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造谈说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造 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是 有录出版的新书 宇文正所写的最新散文集 书名叫做《我们的歌》 五年级典唱及宇文正自己属于五年级 所以他从他自己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跟记忆 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 尤其是关于歌曲的记忆 他从中间经过了记曲 经过了回响 他把许多的歌挖掘出来 同时配上了 他的各种不同的经验和体会 而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既是老歌回顾同时具有非常清楚的一种怀旧的时代性 这本书绝大部分写的是宇文正自己年少 成长的过程当中和歌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极了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19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成长 他们如何体验跟了解这个世界 在书里面有比较少有的特别的篇章 讲的不是宇文正自己的经验 讲的是从别人那里听来和歌之间的关系 其中有一首歌就牵涉到一位非常重要的作词者 但同时也是非常杰出的诗人 陈克华 那这一篇就是台北的天空 台北的天空刚开始的时候 宇文正从他自己飞离开台北 去飞向洛杉矶开始讲起 他说我飞往洛杉矶的那个夏日午后 和爸爸二哥会手道别走进机舱 我以为自己很勇敢的 但一找到了座位安置好行李 心从很深很深的内核算出了起来 那时候妈妈过世了 我的工作漂泊无根 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 死掉了好不容易才辗转进入的大报 那一年很晚熟的 初次懂得了爱情里复杂残酷的旷位 我告别的不是爱情 不是记者工作 而是纯真的少女年华 我告别我自己 当飞机起飞的时候 泪水流个不停 我的脸几乎贴着小窗 不敢转为正面 无意识地盯着逐渐拉远的大地 云层上头 还有云层 也似乎是无意识地 在心头上想起这一词 我记不全的歌 风好像倦了 云好像累了 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我走过青春 我失落年少 这是谁写的歌词 在那个时刻 宇文正认为 完完全全 运贴着我的心 那一刻绝对不会想到 多年之后 我和这个作词的人成为要好的朋友 我们一次又一次 携手登台 在文训筹办的文艺雅集上 为资深作家现场表演 演过色剑 扮过戏凤 梁山婆与朱英台 有一年还合唱了他作词的九月的高跟鞋 那一刻更不能想象 这一首台北的天空 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写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要为我们介绍 这一位作词的大诗人 陈克华上场 同时要透过陈克华的回想 让我们知道 对很多人来说代表台北 在离开台北的时候会想起的 台北的天空这样一首歌 到底陈克华是在什么样的心情 在什么状况底下写出来的 他说 那是陈克华大量作词的年代 制作人为了专辑向他邀稿 通常搅拒十来首作品 会从中间选用一两首谱成曲 但台北的天空不是这样写出来的 是十万火急把他抓去唱片公司 当场命题作文 这是陈克华的描述 他说台北的天空 是王子雷加入飞碟的第一张专辑 叫做 王子雷的天空当中的主打歌 公司很重视 那还是三台八点档的黄金年代 唱片公司要付钱给电视台 才能够搭得上八点档联系剧的片头 或者是片尾曲 那部戏叫做《花落春游在》 马景涛徐乐梅主演 歌的旋律已经有了 是陈复明作曲 但是原来找的作家填的词不太合适 而戏马上要上档了 再不进录音间就要开天窗了 所以呢 他们紧急找我来 播放旋律给我听 大致告诉我 那个连续剧在讲一个异乡游子 在美国念书 然后回到台湾的故事 这个歌的标题已经有了 不是陈克华自己选的 就叫做《台北的天空》 让我当场填词 啊 我就冲冲慢慢写完了 就走了 宇文正就问陈克华 写了多久呢 陈克华的回答 他说大概十分钟吧 因为他一直吹啊 快啊 快啊 要录了 天啊 这不就是七步成诗吗 陈克华自己的说法是 这首歌就是这样仓促写出来的 也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会这么红 宇文正说 一首歌的风行和时代的氛围 是有紧密关系的 台北的天空 坐于民国74年1985年 那是台湾籍Inkabak那样的一个年代 城市的自信兴起来了 可能台北人需要一首自己的歌吧 民国70年代到80年代 大学毕业生大量留美 尤其是念电机念电脑的 他自己是1991年到南加大 校方有一个欢迎留学生的迎新会 当介绍到各国学生的时候 该国同学站起来 大家为他们鼓鼓掌 印象当中 每个国家大概几十个人 也有个位数的 来香港的比较多 有四五百个人 哇场面就列为骚动了 念到来自于台湾 哗一声 站起来 没记错的话 大概有八百个人 南加大 当时光是新生来自台湾 八百个人 校长说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学校的名称 改成University of Taiwan 然后洛杉矶分校 台下轰然 有文正又回忆 我的第一任房东 签约的时候就有个要求 如果要退租 你要找到另外一个台湾同学陈朱 连押金都不必 台湾学生勤奋用功 而且那个时代有钱 除了爱煮饭 会让人家的厨房有油烟之外 是最理想的房客 我想大量的异乡油脂 就需要一首怀念台北的歌吧 陈克华说 这首歌真的是音错阳差 更重要的是 陈克华自己并不是台北人 因为陈克华在花莲长大的 他是花莲人 所以文正就问他说 那你有帮花莲写一首歌吗 陈克华的回答也非常有趣 他说我会花莲 大家都说 你为什么不写一首花莲的歌 我就说我有写啊 可是就没有人谱曲 当然就没有人唱 他们后来都说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不要这个 因为我们决定有花莲的歌了 什么样的歌变成花莲的歌呢 花莲这些陈克华的朋友们 他们就跟陈克华说 哎呀 我们直接把台北的天空 改成花莲的天空 这样最快 那就不只是有花莲的天空 也有台中的天空 也有台南的天空 全台湾都有歌了吧 陈克华是一个诗人 同时是眼科医师 在这两个身份之外 他兴趣广泛 才华洋溢 摄影绘画 装置艺术 什么都有兴趣 什么都能够玩 在这些身份当中 最被熟悉的 是他作词 他的知名度 有的时候压过了他的诗人身份 因为流行歌曲的影响力 实在太大 太广了 陈克华是1961年 也就是民国50年出生的 号称叫做五年级的最前段班 来自于花莲的一个外省家庭 了解了他音乐的养分 和文正很相似 陈克华说 我从小听几类音乐 一种是黄梅调 小的时候听梁柱 会听到哭 另外一种是文艺电影的配乐 像是香港邵氏 电贸电影公司 所出品的电影 所以特别记得 特别推崇姚敏姚丽 这一对兄妹 姚丽会唱 姚敏呢 作词作曲 多惨到无法想象 我们熟悉的恩首电影歌 你能够想见的 比如说情人的眼泪 总有一天等到你 我要为你歌唱 春风吻上我的脸 江水向东流 我有一段情 神秘女郎 站在高纲上 雪山猛 通通都是来自于 姚敏的笔下 的确非常的惊人 以内代来说 这些歌大家都会唱 但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这歌 这么多首歌 是来自同样的一个人的 作词作曲的手笔 然后呢 陈克娃又说 大了一点 就是现代民歌了 有杨选 有金韵奖 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听 到了大学时代 一度声乐家唱民歌 很风行 像是江承涛 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宇文正的反应是 哇 我几百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 陈克华说 江承涛很有趣啊 把什么歌都唱成三东腔 另外还有一个声乐家 陈敏 他成立了 陈敏合唱团 宇文正 这个时候听得就很激动了 因为也没想到 有人会提到陈敏 他说我以前还有他的录音带 那录音带的标题叫做 黄山奇美的山 陈克华就说 对对对 我们真的是同代人 我们有共通的语言 那另外一方面 陈克华和宇文正 有相似的过程 那个时候 谁不听西洋歌曲呢 尤其是看 余光在台式的节目 叫做青春旋律 那是身在花莲 陈克华唯一吸收 西洋音乐的管道 不过还是两个人 有一个关键不一样的地方 宇文正小时候梦想 要学钢琴 但家境不可能 陈克华是医生的小孩 他的小时候 却是被逼着去学小提琴 但那变成了他痛苦的记忆 他的回忆是 我在学校是最优秀的学生 都第一名 一向是老师最喜欢的 可是小提琴老师 一力打 你拉了三四十分钟 拉完了之后 老师会更正 或者是在谱上 写一些记号提醒 好 请收起来 手伸出来打 每一件没做到的就打 永远都有没做到的 当然了 所以陈克华 他说我受不了了 中断了 爸妈觉得花那么多钱 让你学音乐都没有学成 就认为我是一个 没有音乐天分的小孩 这辈子跟音乐 不会有什么缘分了 那你就专心去读书吧 后来我写歌 爸妈都觉得 非常的惊讶 小时候 因为学小提琴 被认为是 没有音乐天分的小孩 后来为什么会去写歌呢 写歌的缘分 从哪里来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告诉大家 音乐天分的小孩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公报电台 台北公报电台 台北的好声音 陈克华早会 最早发表的是 在联合报复刊 那个时候 甚至还只是一个高中生 大学到台北 念台北医学院 主编亚旋说 你来连复吃个饭吧 北一跟联合报大楼很近 所以他就认识了 当时联合报的主编亚旋 还有编辑吴济文 赵卫明 邱雁明 等等 到了大二 那个时候 1980年 陈克华得了时报文学奖 有一天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姓江 直接出现在他住处门口 因为投稿 这个参加文学奖 都要写住词 就直接到他住的地方来找他 恭喜你得奖 来 请你吃个饭吧 这同时让我们回想 或者是记忆了 那个年代的副刊 还有那个年代的文学的盛况 高姓江就把陈克华带去吃西餐 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吃西餐 他的西餐礼仪 还是高姓江教他的 他同时也认识了 时报人间副刊的记忌 陈宇航 洛生 这些副刊史上重要的编辑 那个时候 他一年得了一个大奖 所以接着他得了 全国学生文学奖 那是由中央副刊所主办的 所以他又认识了中央副刊的主编 梅辛 又有中央日报的副刊朋友 请吃饭 陈克华感叹说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那因为宇文正现在担任的是 联副的主编 他就忍不住说 哎呀 那个时代 一天到晚都有主编请吃饭了 当然现在的主编 就不可能这样 一天到晚请坐下吃饭了 那个时代不只是主编 台北文坛有好多好多饭局 大家没事就把陈克华 当时是个小朋友 把他叫上吧 那陈克华就回忆 有一次是管管家的聚会 那时候管管 他的妻子是袁琼琼 他们两个人呢 住在花园兴城 周末有什么活动 就把我叫去 管管正在拍戏 那时候管管拍 王菊金导演的 《六朝怪谈》 所以跟一堆影剧界的人 都认识了 有做音乐的 有写剧本的 大家常常礼拜六 就往管管的那里跑 吃完饭聊天 聊到第二天天亮 累了 反正就在客厅 到处随意躺一下 他就在管管家的客厅里 认识了很多人 职业导演 万人 柯一正 或者是 这个大作家 张北海 另外认识了 于堪平 就是于堪平 把陈克华 带进到了歌词界 于堪平当时 正要拍的电影 会由苏瑞主唱 所以就请陈克华 帮忙写歌 也带他认识了 非碟唱片的老板 大名鼎鼎的彭国华 还有作曲家 陈富明 曹俊宏等人 苏瑞这张专辑 拖了很久 所以这个时候 飞碟签了第二位歌手 谁呢 蔡琴 要为蔡琴重新打造形象 因为他原来是从校园歌曲 唱校园名歌起家的 所以要让他唱不一样的歌 就找了重要的词人参与 老词人 作词 当时呢 号称大师 圣词 同时是群星会的制作人 他就写了最后一页 那是金大班最后一页 电影的主题曲 让蔡琴唱 梁洪志写了 大家也很熟悉 也很有名的《独你》 陈克华 替蔡琴写的歌 叫做《迪耶一》 这张专辑 让蔡琴的歌手之路 再判巅峰 然后呢 就有了前面所提到的 《台北的天空》 王子雷的这张专辑 王子雷的这张专辑 也是所谓的翻身制作 陈克华写的歌 常常上排行榜 开始在唱片界有了名气 滚石的制作人王新莲 也来找他 这个时候 要他替张爱佳写歌 哇 宇文正听到这里 他马上就说 我知道 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这是张爱佳的歌 那陈克华说 这首歌不止张爱佳唱 很多人唱 跟滚石合作当中 我还帮崔台青 黄运林 季红仁写过歌 让宇文正惊讶的 我们也会有点惊讶说 崔台青 哈 你帮崔台青写过歌 因为感觉上辈分不太对 陈克华有点得意说 想不到吧 那张专辑呢 名字叫做蝴蝶 里面有一首歌 《纯的告白》 另外一个 李格蒂 李格蒂其实也是一个诗人 大诗人 只不过他写诗的时候 不用李格蒂的名字 他写诗的时候 叫做夏宇 夏宇 他用李格蒂的名字 也写过很多的歌词 他说李格蒂 另外写了一首 让我请你跳支舞 那是一种慢歌 那张专辑很好听 也是想要扭转 崔台青既定形象的作品 崔台青震惊八百地 唱了这张专辑 陈克华说 我功逢其胜 在滚石之后 齐琴的红音乐工作室 也来邀请陈克华写词 那宇文正自己最喜欢的 九月的高跟血 就是红音乐工作室出品的 陈克华说 写九月的高跟血 我心里面设定的 是都会女子的心情 其实 我很想为当时 都会女子的代表歌手 包括黄音音 陈舒华 陈克华写歌 但没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医学院快要毕业了 就得要去当兵了 陈克华从1983年到1985年 三年左右的时间 写了大概100首歌 开始医院实习之后 就不太有余力可以写歌了 当兵之后 停了下来 陈克华想想 当年没有金曲奖 但是有金鼎奖 台北的天空 得到了最佳专辑 金鼎奖的最佳专辑 也让王子雷得到了 金鼎奖 最佳女歌手奖 陈克华得到最佳歌词奖 那是丰收的一年 虽然著作权 当时都是买断的 不过那个时代 一首歌词 诶 稿费很不少诶 五千块钱 对于大学生来说 生活费绰绰有余 那一百首歌 那一段时光如今回首 陈克华说 恍如一梦 但不得不说 歌的影响力 真的是比诗大太多了 陈克华淡出那个圈子很久 诗仍然勤快地继续再写 跌有佳作 但是对于更往下到了七八年级的这个世代来说 知道陈克华的歌的人 会比知道他的诗的人多得多吧 有些诗人的歌词是从诗作里面改编的 但陈克华 他的观念 他的写作的方式 歌词和诗是彻底区别开来的 陈克华说 写歌词就是歌词 诗跟歌词内在逻辑是不一样的 他分析解释 写诗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不太会在意你说使用的个人象征 有的时候 你甚至不太在意读者 可是歌词 基本上是商品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脑子里面必须要有商品的逻辑 他说我也是慢慢被教导的 一开始我也以为 写歌词就像写诗一样 只是要押韵 要对仗 但是他们会告诉我 歌是每一个人都要听 每个人都要唱的 所以有一些词汇 绝对不能够出现 当然我们也会好奇 他们是谁呢 是谁教你的呢 制作人呢 像彭国华 曹俊宏 都教我很多 慢慢就发现 一些太个人的词汇 或者有一点色情的联想 他们都不要 陈克华又想起来 他说我还帮过一个年轻的歌手 写过歌 那是传奇歌手 只发过一张专辑 立刻就离开了人世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这个人 有没有听过他的歌 那是蔡兰青 大概每一个五年级时代的爱歌者 听到这个名字 都会轻轻地叹息 因为那真的是流星一般的美丽生命 谁不惋惜啊 陈克华说 我是少数监国蔡兰青 和他合作过的人 这个世界专辑录好了之后 他就过世了 发片就是他的追悼会 在这个专辑里面 我为蔡兰青写了一首 少男日记 但公司对日记这两个字 也有意见 我们也会好奇 日记也不行啊 他们说 现在哪有人在写日记 连日记都被挑剔 就更不要讲其他冷僻的字眼了 所以陈克华特别说 我在写歌词的时候 内心知道 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写 不要说富如皆解 起码一些奇奇怪怪的意象 不能够写进去 写歌是一门专业 大家以为会写诗 就一定会写歌词 这不对不对 差太多了 歌词看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它先天的限制很大 流行歌曲 那就是A1 A2副歌 顶多加上一个coda C 用这种方式 用这个结构 结构很致式 比较短 要压育 在商品逻辑的支配底下 你还要能够打动人心 不容易啊 可以说一首好歌 比一首好诗更难求 要有词 要有曲 还要歌手能唱 都要搭配得很好 甚至整个时代的氛围 也会影响一首歌的命运 一首红起来的歌 真的需要非常多的音速 刚刚好到位 那这个时候 宇文正在他的散文里面 他就特别讲到了 他想起 陈克华前面提到过 他替蔡琴新专辑 所写的那首歌 应该也很多人听过 很多人还知道 叫做《谍一》 《谍一》开头 就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句子 很容易记得的句子 这已经展开的春季 是本密密麻麻爱的日记 陈克华还真的把爱写 日记放在歌里面的 那这日记写着什么呢 大家应该记得歌词诗 写着爱你爱你爱你 爱你爱你 好了 日记又跑出来了 所以宇文正要问陈克华的事 那这后面 有没有你自己的故事 是不是有一段 爱情美丽的故事 所以刺激你写了《谍一》呢 这篇文章就结束在 陈克华的回答上 宇文正记录陈克华 哈哈一笑 他说都是失恋吧 我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 都处在失恋状态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嘴唇只有在不能接吻的时候 才会歌唱 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会写歌呢 这也就是宇文正为五年级的 所写的成长之歌 每一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首歌 五年级的宇文正 写下了成长当中 影响他最深刻的歌曲 耶访谈 同样在民国五十年代 出生成长的朋友 那些落印在心里最深处 牢牢与回忆相细相反的 这些曲目 这就是我们的歌 五年级 点唱期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